嗨 潘老师 又见面了 很多人都说那家泉是慢吞吞的 它能实战吗 其实不是这个事 那家泉的快并不是手上快 我们假如拿个水杯作为例子的话 现在大家以为的快是手上动的多 这样大家会看出来它的位移 你会很轻易发现 你会以为它很快 对不对 但那家泉的快 实际上是手并没有多动 身法上的快 但很多人就认为它没有力量 例如太极拳中的懒扎一这个动作 一沉你看两个手并没有动 看两个小茶杯就可以 但身上一二三四 身上动得很快 同理像行翼拳中的驼形 手就在这没有动 但身上动得很快 很多人就看不出它快来了 像刚刚的动作 手上快你是可以防住的 砰砰砰砰 对吧 你是可以防住的 但是身上快 很多时候 一二三 它其实也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站在观众的视角来讲 只要手不快速地动 它就以为是慢了 实际上我们身上快 身上快它是看不出来的 包括行翼拳 身上的变化它是看不出来的 因此它就以为那家泉慢 那为什么大家还有错误的理解呢 其实如果他们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看一下我们免费的80个体验课 有可能就明白了